好 我們目前做到現在的話 基本上牆門窗都已經弄得差不多了 但是因為我的屋頂有個斜縫 斜斜的 那這個牆沒有接上去 因為我的牆只到 我的牆只到那個 三樓的土而已 三樓的頂部 那就沒有再往上去了 所以他接下來就跟你講說 貼附至屋頂 怎麼做呢 他說請你切到三樓的平面圖 然後叫你去選取圍牧牆以外 所有的內牆跟外牆 但是這裡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三樓是選不到任何牆的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三樓 你看一下 三樓是不是在這裡 那三樓在這裡 可是所有的牆是不是都在三樓以下 對不對 所以這邊其實是沒有牆的啦 這邊沒有牆 那我會建議各位說 你這個如果要選 你其實可以在二樓選 因為我們二樓跟三樓 二樓的牆是到三樓 所以這邊你到二樓去選就好 那或者是 因為如果一般 一般我想要貼附到屋頂 如果真的想貼附到屋頂 我為了避免錯誤 我通常 通常我都會在3D試圖選 因為我比較可以知道說 到底有選到還是沒選到 那你在二樓選也可以啦 那沒關係 我們在二樓選一下 他說除了尾幕牆以外的內部牆跟外部牆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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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 然後 一旦你選了牆之後 這邊就有個貼附頂底 貼附頂底 你就可以把它按下去 這個 好 貼附頂按下去 然後選 屋頂 但是 這裡是不是又選不到屋頂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大部分會在 3D試圖做 會比較快 那3D試圖怎麼做呢 因為其實它遮來遮去的 不太好選 所以我可能會這樣選 這樣選 對吧 我 我直接這樣子用拉的 用框選的 是這一牆都選到了 還差幾片牆 我再按Ctrl再選一下 好 好 這樣就所有的牆都選到了 內牆跟外牆都選到了 對不對 然後貼附到屋頂嘛 所以點貼附 到屋頂 它就貼上去了 好 那 再來它這邊是跟你講說 好 好 這已經貼附到屋頂了 然後再來它說 請你到 東面試圖 將尾木牆也貼附到屋頂 其實我們這3D試伏也比較簡單 我選它 跟它 Ctrl選起來 一樣貼附到屋頂 然後 出現錯誤沒關係 好 按關閉就好了 對不起 按刪除元素 沒按到 刪除 好 這樣子就 貼上去了 那個針對 這個圍木牆我們之後再來提 我們先按照它的 把這個做完 因為其實 圍木牆還蠻複雜的 尤其在現在的Revit 他給它 三大類型的圍木牆 那我們先用這個 最簡單的圍木牆 那現在 只是先把牆都貼上去 所以 這邊的話 我建議各位 你們可以試試看 跟我一樣在3D試伏去貼 這樣子會比較好貼 你如果在拼命室去貼 會比較麻煩一點 選的到牆選不到屋頂 選的到屋頂選不到牆 那記得貼完了之後 檔案 另存 我這個叫什麼 貼複製屋頂 所以檔案 另存 我是13了 最小的 貼複製屋頂 儲存 OK 這樣子 來 請各位做一下